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其他方面的话语 选段 你们生在这末了时代 多数人的家庭生活都比以前富裕了 生活各方面物资也都挺丰富 你们有一种什么感觉 仅仅是肉体上有那么一点幸福感 但这与心灵里的那种幸福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都有一些体验 也能看透一些事 信神的追求也比以前实际一些 都能感到追求肉体享受是虚空 都愿意往真理上够了 是不是都有这种体验呢 人肉体享受各种物质的东西 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安慰吗 生活的优越感 丰富的物质生活 能给人带来什么 只能让人堕落 让人迷失方向 这样人就容易丧失理智 变得不知好歹 不可理喻 就逐渐丧失人性了 人越来越贪想安逸 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 甚至有些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根本不会独立生活 不能自食其力 都成了啃老族 也越来越贪得无厌 厚颜无耻 总的来说 那些优越的生活条件 丰富的物质生活 给人带来的只有堕落 使人变得好意勿劳 贪得无厌 不知羞耻 对人没有丝毫益处 肉体这个东西 你对它越好 它的贪欲越大 它就适合受点苦 受点苦 人就走正道 物正业 肉体不受苦 贪想安逸 在浮窝里长大 人就只能一事无成 不可能得着真理 如果临到天灾人祸 人就变得不明事理 不可理喻了 时间长了 人就只能是 越来越堕落 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你看外邦 有很多歌星隐星 没成名的时候 还挺能吃苦 挺敬业 一旦出了名 挣大钱发大财了 就不走正道了 有吸毒的 有自杀的 都成了短命的 这是什么造成的 就是物质方面 享受得太过分了 太安逸了 不知道怎么享受 怎么刺激好了 有些人就开始吸毒 寻找更高的刺激和乐趣 时间长了就戒不了了 有的吸毒过量死了 有的不知道怎么解脱 最后干脆自杀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不管你吃得多好 穿得多好 住得多好 享受得多好 生活多么安逸 你的欲望 不管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 最终还是虚空加虚空 结果就是灭亡 外邦人追求的那个幸福 是真正的幸福吗 其实那不是幸福 那就是人的想象 是一种堕落的方式 是一条让人堕落的道路 人追求的所谓的幸福 是虚假的 其实是痛苦 那不是人该追求的目标 也不是人活着的价值所在 撒旦败坏人的方式 手段 有些就是让人以满足肉体 放纵情欲为目标 用这种方式来麻痹人 引诱人 败坏人 让人感觉那就是幸福 让人奔着那个目标去追求 人就以为得着那些东西 就得着幸福了 所以人都竭尽全力 朝着那个目标追求 结果得着之后 并没有感觉是幸福 还是虚空 是痛苦 这就证实了 那不是一条正路 而是一条走向死亡的路 信神的人 为什么不走外邦人 那样的道路呢 信神的人 感觉到的幸福 是什么样的 与外邦人追求的 有什么不同 多数人信神以后 不追求发大财 不追求在世上亨通 搞什么事业 成为名人 而是默默无闻的尽本分 生活很简朴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不是很高 甚至有些人觉得 能达到温饱就行了 在这样黑暗 邪恶的人世间 他们为什么还能选择 这样的道路呢 你能说凡是信神的弟兄姊妹 都没本事挣大钱吗 绝对不是 是因为这些人信神之后 或多或少在心灵深处 已经感觉到 跟随神走 这是最幸福的事 这个幸福 是世界上任何物质的东西 都不能代替的 甚至有些人也尝试过了 在世上摸爬滚打了几年 感觉挺累挺苦 虽然挣了点钱 肉体也享受了 但活得没有尊严 活得越来越虚空痛苦 觉得与其那样活着 还不如死了好 他们对这些事已经看透了 他们不是走投无路才信神 而是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跟随神走追求真理的道路 为神花费奉献一生 这是心灵最得安慰的事 是一生中最大的事 得着神得着真理 这是最幸福的事 是让人的心灵最有平安喜乐 最踏实的一件事 这一份幸福人已经感觉到了 这不是想象来的 可以说 有一部分神选民 经历了一些患难 试炼 明白了真理 看透了许多事 印证了走信神追求真理的路 是正确的 人世间 人世间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有神的话是真理 他就认准这一条路了 这样的人就是有真实的信心了 这些年的苦一点没白受 不管他谈出的经历见证 是深还是浅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你不让他信神 让他回到世界 他说什么也不走 即使世界有座金山吸引他 他也可能当时动心 但琢磨琢磨 得金山银山 也没有为神花费尽本分幸福 得着了金银财宝 当时是挺高兴 但心灵里受尽了煎熬与痛苦 说什么也不能走那条路 好不容易找着神了 如果再走回头路 以后上哪儿去找神 跟随神的机会千载难逢啊 时间不长 稍纵即逝啊 这机会难得呀 他看见了神的显现做工 抓住了神 就等于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你们说 当一个溺水的人 抓住一个救生圈的时候 它是什么感觉 感觉有了生还的希望 会死死拽住 绝不会再放手 就是这样的感觉 当他抓住救生圈的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 这下不用死了 终于有希望能活下来了 在死亡临近的时候 只要有活着的一线希望 就是使尽浑身的力量 也不能放手 无论多难多苦 也不能让他溜走 哪怕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要把这个救生圈抓住 当人感觉到 有活命的希望时 人是不是感觉幸福 现在你们默想 揣摩 祷告或者灵修的时候 看见自己跟随神 得得太多了 心里是不是就产生 这种幸福的感觉 你们说点心里话 如果不是跟随基督 现在已经落入灾难中了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通过 持合神的话尽本分 我们明白了不少真理 有了真实的信心 心里还能敬畏神 也学会顺服神了 我们得着的太多了 真是感谢神的带领 这就对了 跟随神尽本分 你们得的太多了 都是神给人带来的 应该好好感谢神 赞美神 真心信神的人临到时 就能寻求真理 当有一些经历之后 就能得着一些真理 这些真理给人带来的幸福 就足可以取代那些物质 安逸给人带来的享受 那些东西 你得得越多越不知足 越不知道好歹 而真理 人明白的越透亮 得得越多 人越知道感谢神 越知道感恩 心里越渴慕爱神 越能顺服神 敬畏神 这才是真实的幸福 那追求物质享受 给人带来的是什么 是虚空堕落 只能使人对物质的追求 欲望越来越大 人很难摆脱地位名利 这个试探 那信神的人 怎么就能放下 这些物质享受呢 是不是靠每天祷告 克制达到的 不是 是因为看透这些东西了 怎么看透的 一方面是通过神话的揭示 一方面自己也有些经历体会 慢慢就明白一些真理 能看透这些东西了 你明白真理就能放下了 说明你接受真理了 神的话 神对人所说的 对人的要求 你从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 成为你的实际了 那这个实际 是不是你的生命呢 就已经是你的生命了 你在尽本分中 不知不觉得着真理 做你的生命了 可能你还没什么感觉 觉得自己的身量 好像还挺小 很多事还不明白 但你有敬畏神之心 这就说明 神的生命已经坐在你里面了 生命长大是很自然的 用不着你怎样感觉 即使你说不清楚 但事实上你已经有长进了 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说 你在接受神的生命真理的同时 你的心也在不知不觉地靠近神 同时神也在检查你 查看你的心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现在仔细想想 是不是挺幸福的 太幸福了 你们生在末世太幸福了 有幸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跟随神的生命 神的话语直接坐在你们里面 让你们得着真理做生命 有神化做实际的生命 有真理做实际的生命 人活得是不是就有价值了 是不是不知不觉就尊贵了 是不是慢慢就活得有尊严了 这时候人才感觉到 信神收获太大了 明白一些真理 就能带来这样的变化 以前看不透这事 现在全看明白了 原来自己里面 已经有神化的真理做生命了 真理在心里扎根了 开花结果了 那是生命 是明白真理 结出来的果实 这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 等以后经历一些管教 责打 审判 刑罚 你们再能接受顺服 不知不觉在明白许多真理后 就达到认识神了 生命会越来越有长进 这不就一点点长大了吗 你们是不是也盼着那一天呢 是 那就得竭力往真理上够 你知道吗 你怎么没有人有自我 有自我 我没得越来越烧 但是我没得越来越大了 就这么好 我只能把他肯定 你俩 我 你不知我 你不知我 你不知我